國慶連假第一天台九線就發生嚴重車禍意外 一名年約60歲 聯姓男子 9號三五八點多駕駛著小貨車要出門工作 沒想到南下行徑178公里處疑似因為天雨路滑導致車輛瞬間失控 直接從內側車道往外側移撞上了路邊大樹 經過消防人員緊急救出之後送醫救治 不過目前情況還是不樂觀 白色小貨車好端端的行駛在內側車道 沒想到下一秒卻突然失控 往外側偏移高速撞上路邊大樹 還好行駛在後方的油罐車司機反應夠快 才能及時閃過 這場車禍意外就發生在9號上午8點左右 一名年約60歲的聯姓男子駕駛著小貨車要出門工作 沒想到南下行徑178公里處時 疑似因為天雨路滑導致車輛瞬間失控 強大的撞擊力道讓貨車車頭幾乎全毀 就連路邊大樹也被連根拔起 110年10月9日7點55分左右 台九縣178公里處南下車道 年約60歲的林姓男子駕駛自小貨車 沿著台九縣北往南方向行駛 不慎致狀入宿 現由救護車送往花蓮慈激醫院就醫 傷勢為腳步骨折氣胸 目前生命跡象不穩定 現在有急診室觀察中 國慶連假的第一天 台九線上就發生嚴重的車禍意外 警方除了在第一時間就趕抵現場指揮交通 也提醒庸路人田羽陸華務必小心慢行 記者徐立芹新城鄉報導